人传播链不断的扩大还导致了桃园中立某间Tesla供应链电子厂全面停工 为了确保桃园的医疗量能 接触者全数都送往中南部的集中检疫所进行14天的居隔检疫 而目前裁剪的结果全部都是阴性 此外 军服员照顾家庭当中的爸爸跟妈妈也确诊了 两个人虽然都在中立的某间食品工厂上班 但是好在398位同事裁剪结果通通都是阴性 再加上他们早就被居隔 因此工厂并未停工 工厂员工拿着大包小包布上游览车 准备前往集中检疫所 淘机疫情再扩大 除了烧进洪志特斯拉供应链中立厂之外 中立一间食品工厂也有两名员工确诊 这两个人是居服员照顾家庭中的爸爸和妈妈 不过由于这家食品工厂各作业区块分散 师傅认为不向电子公司集中 再加上妈妈9号确诊时 爸爸已经被匡列居家隔离 因此并未要求全面停工 食品工厂全宿裁剪都是阴性 目前暂无风险 另外有武力确诊的电子工厂 指挥中心除了要求全面停工裁剪之外 280名接触者也在11号 被送往中南部的集中检疫所 接受14天的隔离 索性筛检结果出炉 全宿都是阴性 12号早上还有被隔离员工的家人 来到厂区送物资 希望能交到家人手上 他们在家一 所以我们拿东西去公司拿去 他跟我说他吃不饱 没有冰箱 所以他昨天带的鲜奶布丁都被没收了 他不准送生鲜的东西 所以他比较长老心就是青菜比较长 由于洪志在总理有两间工厂 主要的厂区在过岭 目前产能都正常 过岭厂并没有受到东源厂波及 12号也会对过岭厂区员工实施裁剪PCR 确保工厂安全无余 要避免职场群聚再扩大 记得林柱强桃人报道